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鱼的皮肤它的具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鱼类的皮肤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许多的皮制品 有精美的挂坠和装饰化 有实用的皮带和手套 你知道吗 所有的这些皮制品都是由鱼的皮肤制成的 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鱼的皮肤也会有这么多的用途 事实上确确实实是这样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鱼的皮肤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 鱼生活在水里 皮肤和外界水环境它的接触是最为密切的 它除了由外层的表皮和内层的真皮组成外 还有许多表皮和真皮的衍生出来的结构 也就是衍生物 比如粘液腺 毒腺 鳞片 色素细胞等等 鱼的皮肤具有保护肌体免受损害的作用 能够维持内环境的渗透压稳定性 保护肌体免受外环境多余水分 盐分的渗入 以及可以协助呼吸 感觉等 而衍生物构成鱼体的外背 保护鱼体免受外界的侵害 例如通过分泌粘液能够防止捕捉 通过鳞片像构成了一个盾牌 形成了一个防护 通过改变体色有利于鱼的隐藏 现在我们来看看位于皮肤最外面的表皮 表皮由生发层和线层处层 最里面的一层是生发层 细胞呈长柱形 具有分生能力 细胞增殖的时候会不断的往表皮推进 细胞也变成了扁平或者鳞状 这就是线层 线层由表皮细胞分化出来的各种单细胞线和多细胞线 所以把它称之为线层 鱼类由于生活在水中 表皮薄而且柔软 表皮细胞都是活细胞 这是与陆生的脊椎动物最大的不同之处 表皮起源于外胚层 没有血管 所以皮肤划破之后 表皮是不会流血的 它的营养来自于真皮内的血管供给 通过渗透作用达到表层细胞 有些鱼类在生殖季节在它的头部和旗部等地方出现一种由表皮角质化形成的圆锥形凸起 我们把它叫做猪星或者称之为锥形 因此猪星只在繁殖季节出现 或者在繁殖季节变得特别明显 而且猪星一般只出现在雄鱼的体表 但是不是所有的鱼都会出现猪星 猪星主要是在里科 秋科鱼类出现 鱼类的真皮一般比表皮厚 它包括三层 最外的一层是由很薄的节地组织组成的外膜层 中间是疏松层 同样是由节地组织组成 但是它的纤维排列非常的疏松 而且分布有平滑肌细胞 神经纤维和色素细胞 最里面的一层由排列紧密的成树状的胶原纤维 所组成的致密层 真皮层由中胚层发生 富含纤维极力组织 而且含有丰富的血管和神经末梢 这个和我们人类的皮肤是一样的 真皮划破后会流血 会感到疼痛 我们把这位鲤鱼的背脂下面体侧的一段皮肤给它放大 能够看到表皮的生发层比较薄 细胞层常柱形 上面是许多扁平细胞构成的线层 线层有颗粒细胞 棒状细胞和粘液细胞等单细胞线 生发层下面是真皮 在真皮的疏松层和致密层之间有鳞片分布 刚才我们看到了表皮的线层有线体 鱼类的皮肤线体包括粘液线和毒线两种 都是由表皮的上皮细胞衍生而来 单细胞线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最常见的是杯状细胞 它能够分泌粘液是典型的粘液细胞 绝大多数鱼都具有这种细胞 细胞成杯状 已有少数成球形和管形 颗粒细胞成圆形或是离形 有些鱼类的颗粒细胞不产生粘液 而分泌一种保护性的物质 防止被凶猛鱼类吞噬 棒状细胞在圆口类中成棒状 在真骨鱼类中成圆形或椭圆形 鲤形木粘形木的棒状细胞含有一种叠令 受到敌害攻击被咬伤后 棒状细胞就将叠令物质释放到水里 能起到给同类视景的作用 因此又称为警戒物细胞 僵液细胞呈球形和卵圆形 细胞膜特别的厚 鲨鱼和一般硬骨鱼类有这种细胞 腺细胞为盲曼所特有 能够分泌一种螺旋状的线状粘液 一味盲曼在数分钟内分泌的粘液 可将一桶清水变成胶状液体 盲曼的粘液和它营寄生生活的特性相适应 鱼体在某种刺激下 单细胞线能不断的分泌粘液 那么粘液对鱼有什么作用呢 粘液可以润滑身体 减弱水与鱼体表面的摩擦阻力 加快鱼的游动速度 同时借助着粘液在体表形成障碍 可以减少细菌和寄生虫类 对鱼体的侵袭 而且粘液可以让鱼不容易被捕捉 被捕后也很容易挣脱滑桃 此外鱼的粘液还能够调节 皮肤表面的渗透压 另外粘形木和理形木的鱼 它们的粘液还有警戒作用 毒线也是表皮的衍生物 作用是自卫攻击或者捕食 鱼类的毒线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 因咬伤而使其他动物中毒 例如海扇 它的上下河上有粘膜组成的囊 囊内具有毒线 第二类 具有毒性皮肤粘液线 例如有些七三慢粘液细胞 分泌的粘液 对其他动物的胃肠 具有强烈刺激作用 第三类 是具有毒刺的 毒线隐藏在其极下面或者旁边 通过极上的钩或管 把毒液注射到其他生物体中 我国的次毒鱼类大约有100多种 大部分是海洋鱼类 海产的毒釉是最可怕的一种 它的毒支具有致命性 能溶解血细胞 对神经系统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人若被刺伤 轻者有刺痛感 重者剧痛 麻木 出血 并伴有恶心 呕吐 冷汗 呼吸急促 休克等现象 更严重者可能会导致死亡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鱼类皮肤的秘密 除了皮肤的表皮和真皮外 还有鳞片 有黏液 有毒腺 有色素细胞等等 这就是鱼类的皮肤 下节课 我们继续深入学习鱼类的鳞片 谢谢 谢谢